炒房名人三皇一流当中的勇哥黄勇毅 先前涉嫌逃漏税11.5亿元 上个月遭到了积压 那么勇哥的律师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停止积压 运方认为勇哥坦诚逃漏税 而相关的证人也都道庭说明了 资金的往来资料也已经掌握 因此法官裁定以新台币1000万元来交保 下午的三点多钟 勇哥已经重获自由回家过年了 但是逃税11亿的他凭1000万元来交保 外界质疑是不是也太小看勇哥了